如果有任何事順利 客人常常有時會改 我們都很理解 因為有時去現場的實境才會改 這些project就是這樣 你可以customize 很customize 每次改 大家停一停 要想一想 那個project可以加多層 錢也會加多層 這些就是這樣 所以需要有一種project management 去控制 今天天氣都很頑皮 不過我很久沒有給大家一個更新 記不記得有個項目是幫香港人買一間屋 這間屋是自住的 這個項目也很大 計算是要做六至八個月 現在計算計算了 那時候我們說有個mine cave 現在鎖了 因為業主放了私人物資 當這個家庭我們是convert了 現在裡面有油 鋪了地板 是可以用的 現在就鎖好 就像房間一樣 我現在就帶大家 走一個quick walkthrough 每一個房間帶大家看 我們進去廚房 從廚房那裡開始 廚房那裡 我不知道上次我介紹的時候有沒有做好的french store 現在外面的paving都做好了 或者你看一下那裡 這些不是我們幫他做的 外面 外面是業主找了另一間公司 我們是做internal 我想上一次和今次的video 其實那個廚房都沒有大改變 那你可能覺得 你們進展得這麼慢 其實就不是 這個廚房的layout 最重要是layout 其實finishing是很簡單的 安安那些櫃 和鋪瓷磚 其實不是很多時間 ok 那我們因為 那個building warrent 和那個planning 拿了 就做了那些東西 就是剛才那個garage 我們做了一個conversion 我 loosely 這樣說 做了一個conversion ok 那是可以 怎麼說 現在客人 放了自己的東西 現在可以用的了 有暖氣啊 任何東西都 就是fullly functional 所以呢 那個精神去了那裡 還有呢 我現在帶你去看 另外一個en suite 我們是在做的 ok 這裏呢 沒有了lighting 這裏這部場呢 我們現在呢 和他開了它 做個en suite 那這件事呢 是要個appliance approve了 我們才可以做的嘛 所以那些 嗯 這裏呢 是 到時呢 會怎麼做呢 就是 這裏會放個quadrant ok 那個shower 跟著呢 這個廁所呢 因為那個位 那個位的問題啦 那呢 就會 那個廁所 那個洗手盆呢 就在廁所上面那裏的 沒有 因為這裏不夠位 做一個廁所 跟著還有個洗手盆 ok 那我們現在上樓上 ok 這個樓上這裏呢 這個是主人房 那這個主人房呢 它originally呢 就 我們的plans呢 是做過en suite 其實做的時候呢 就發覺有些技術的問題 那你有少少東西改 改完呢 那我告訴你 是改了些什麼 就是 其實呢 這個房呢 做大了 好啊 第一 這邊走出來 這部分呢 多了一尺 大概一尺 跟著這裏 又退後一尺 ok 那就令到它多了 空間 ok 要不然呢 很有壓迫感 就是有些東西呢 看過圖呢 就好像work 其實實際呢 就不是那麼work 那 我們做多了工的 這裏呢 多了effort下去 因為要拆掉那個 那個 那個 怎麼說 那個roof 那裏 跟它放回這些 這樣的 這些 好像kingspan 這些是 硬膠來的 是 insulation來的 好過它以前那種用棉花 多了cost 多了時間 多了工 多了料 不過呢 現在這個en suite 就大了很多了 那還有那個en suite 你來這裏 就是 那個shower呢 現在是 full height 以前呢 就不夠height 所以為什麼要 退出去 一尺左右呢 就是變成full height 所以洗澡呢 不會說 如果你高一點點的人 都不行 ok 還有呢 技術上呢 做那個shower screen curve的screen 都很有技術 所以呢 做了這個option 反而呢 不是original的plan 有時候做project 就是這樣 要改的 我們走出去呢 嗯 就 這裏呢 原本呢 原本呢 就打算做個衣櫃 現在呢 直接做個房了 ok 因為這裏都退了出來 了 就寧願做個房 那個門是這樣開 會和這個門撞 沒有辦法 那這裏呢 他們呢 就可以放鞋啊 應該都不會放鞋 應該放衣 可以走得進去 這裏 跟我們original的idea 是有些不同 但因為這 這件事都要這樣做呢 那現在呢 我覺得更好用一點 是 房間是小了 一一這麼多 不是小了很多的 ok 那其他 那兩個房呢 都還未 跟上次呢 都差不多 ok 我想這裏 是啊 我不記得啦 細節呢 有沒有分別啦 總之呢 現在呢 我們呢 estimate呢 就還有六至八個禮拜 六個禮拜可能 optimistic啦 我想八個禮拜 就是兩個月左右 會應該完成到 兩個月至 可能兩個半月 如果樣樣東西順利 客人又沒有 經常可能 都有時候會改 那我們都很understand 因為呢 有時候去現場 實境 才會改 這些project就是這樣啦 你可以customize 好customize 每次改呢 大家要停一停 要想一想 那個project 可能會加多少少 錢又會加多少少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啦 那呢 所以要 需要有一種project management 去控制 ok 那呢 未來呢 未來的project 會怎麼做呢 就是 我們make sure 呢 樓上這裏 那個en suite 做好它 跟著呢 就逐個房子去做 做完樓上呢 我們就落樓下 跟著又是每個房子 這樣去tackle that's why呢 我們呢 estimate應該要兩個月 兩個半月 那 跟著 還有少少時間 snacking 那個租客就可以 sorry 那個租客 那個客人呢 就可以呢 搬進來的了 ok 那 你可能看到 哇 那麼多東西 兩三個月 做不做得完 其實有些東西呢 那個結構那裏 就是做那些廁所 那些會take time 油油 很快 批檔很快 鋪地下 很快 這些呢 做完呢 那個impact就很大的 現在你可能看到 哇 就是做那麼久 做到這樣 其實鋪那些管啊 做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結構性的東西呢 是要 take很久的 就是拉線啊 那些東西呢 功夫做完你可能看不到 我講那麼多為止 就是我講那麼多先啦 那接下來呢 有update 先跟大家講 我不好意思啦 我這陣子比較忙 還有身體又不是那麼舒服 就沒有跟你們做過update 那呢 Anyway我叫John 我是一個職業投資者 我和我太太呢 那個公司就based in Glasgow 的 我們專門是幫香港人 一條龍服務 物業投資 還有呢 都做了自住的 我接下來呢 都有一些video呢 是講一些新盤的 是 New Build 或者你們留花啦 你們叫 OK 那些客人都問 你們為什麼不做這些new build 因為你們香港人 這個project是很unique 這個客人很有信心給我們 因為呢 其實這個真的很大project 如果是不會manage呢 可以做到呢 是不像樣的 那呢 new build就沒有這個風險了 new build呢 基本上呢 那個developer跟你做完 跟著呢 要有個人 或者你們自己都可以啦 去coordinate 就是去arrange 我要什麼worktop啊 我的門要什麼款啊 或者就是要什麼 要upgrade啊 插頭在哪裡 全部都是coordination 那個工呢 就是那個developer 和你做完了 變成了呢 就沒有individual 這個 這個 這個客人呢 就各樣的事情 他individual了 OK 我講這麼多了 如果你們呢 是有什麼事情想問我呢 我email是john johnman.net 或者你可以whatsapp我 我的number是0791-565-5198 就這樣 下一個video